本节目对不特定人推荐任何股票 我所讲的股票是我会员手中的股票 各位观众各位不特定人 不要去买卖我会员的股票 到现在为止我所有的会员 任何会员都一样 就是一档股票而已 都是同一档 它叫4152的台围体 目前有四成 六成的现金 这六成的现金就是要买下一波 生计股的主流 我们来看今天的大盘 今天大盘收盘再创新高 看电脑 今天收10474 收盘用收盘来讲是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好 那今天很特殊的 你看到19大列股里面 最肉质的叫生意股 最肉质的它叫生意股 看到 好 那为什么资金转换 我问各位一遍好了 譬如说 譬如说 瑞基 瑞基大家都知道检测 那它会再一遍吗 好像闽城新贵谷 做黄喷布的 涨超过10倍 涨超过10倍 你认为它还会再涨10倍吗 用这种逻辑 也就是防疫的 防疫 好 我们先看这里好了 来看这里 这是目前的脉动 来 台湾生意 以衣材产业以外销为主 好 仅有10个%在中国大陆制造 台湾制造行销全球 这是未来的重点 也就是工业技术资讯周刊 最新的研究报告 今天7月13号 台湾制造行销全球 因为几乎所有的生意产业 大概就只有10个% 这10个%通常只有衣材的部分 在中国有生产 所以剩一股 不会受中美贸易的影响 不会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好再往下看 疫情前 也就是新冠疫情 武汉会员 疫情前期以防疫物质 检测诊断为主 好 那后段 现在叫后段 后段则以治疗跟免疫为主 这是办官方的研究报告 这事实 黄疫的 检测的 涨5倍算少的 对不对 好 讲到这里 我还是要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为什么做一档股票 我想是这一波的生计股上来 各位你手上可能也有买到检测 疫苗 黄疫 可能你手上股票有涨三倍五倍的 对不对 我相信每个人应该都有 多多少少都有 手上有这种股票 那我再请问你一遍 那一档股票 占你资金比例几个person 一趴 还是两趴 还是五趴 就是你一千万 你可能买那个 买多少 买十万 买五十万 那五十万让你赚五倍 两百五十万 你会不会觉得 哎呀 那还那么可惜 怎么没有分析师告诉你 只要做一档就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只做一档 好 那黄疫概念股 涨完天了 下一波要涨什么 来再看这里 为什么我要给各位看这十九大类股 今天生意股修正 很简单的 用摆的来讲 今天生意股 生意股是跌的 跌的 今天的生意股如果是跌的 甚至跌停板的 那代表什么 它就是上一波的主流 涨太多了 那涨太多了 我请问你 涨十倍涨五倍的 你不愿意下车吗 有人下车吗 对不对 那有人下车 他只有一句话 叫筹码丢出来了 未来会不会涨 可能会 那会不会飙 可能不会 所以 现在刚好是一个 我们说猪羊即将变色的一个界线 来 再看这里一遍 这叫猪羊即将变色 那怎么变 来看这里 疫情前期以防疫检测为主 防疫跟检测各位都知道 譬如说口罩 尾文枪 检测 测计 对不对 然后后段 后段是以治疗跟免疫为主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免疫细胞疗法 这是办官方的最新的研究报告7月12号 看到 所以我要跟各位分析的就是疫情的前半段 恒大 美德医 瑞基 高端疫苗 国光疫苗 闽城 黄澎布的 很多啊 对不对 真的是涨五倍十倍 或许有很多人都有进去可能问导游啦 那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 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啊 你手上明明有应该讲说你手上明明有一块大钻石啊 结果你只是过手而已 你看看很漂亮啊 然后就过手就丢给别人了 那本来是你的啊 所以我说这国别这种大行情哦 千万不要让你的资金分散了 三千万做三十几股票 你也是资金啊啦 对不对 你三千万你做一档 你逮到只要一两倍就 你就翻身了嘛 不是吗 你三千万 分了十档 分了二十档 分了三十档 结果呢 有没有赚到油 不能说没赚到钱啊 问题 我再请问你 你人生有几次可以碰到这种 类似像这种十年大印 应该讲四年大印 这叫生意股嘛 下一次要等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啊 你这次没有好好的逮到赚到大钱 未来呢 不知道嘛 好那再看一看 这是政府的政策啊 生计条例再延十年啊 那给各位看的 这叫什么 这个月七月份是资讯月 是生计月啊 月底七月 大概七月二十三号 开始生计展啊 所以这个月生计要逮到啦 不要去买到 人家已经激情过后了 什么叫激情过后 火车过了 你到后面再奔逼了 那没效 对不对 好再看这里 这叫钱嘛 我喜欢帮各位找钱来 钱来买嘛 健康ETF 好前五个月已经 123.4亿美金 那代表什么 后面的七个月 只有越来越多嘛 那我请问你 这些钱要买什么股票 一定买生计股嘛 只能买生计股嘛 那我请问你 我说假设你是基金操盘人 你收进来的钱 收了一二十亿美金 好一两百亿台币进来 我问你 你会去买锐机吗 你会买热硬吗 你会买恒大吗 你会买美德一吗 会不会 就算会有一点点 为什么 要涨那么多的 你进去 你未来的绩效不好嘛 你当然要买 还没涨的生计股嘛 不是这样子吗 好 各位 看到了这是钱 这叫钱 好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为什么做一档股票 我们做一档股票 它叫台为提 好记得 今天是事成 你会觉得 老师你上个礼拜五 不是你们才卖四成吗 应该有六成的现金 怎么现在又变成只有 你上个礼拜五还在讲说 你卖四成 等于卖四成还有六成的股票 今天怎么突然之间变成 只有四成的股票 我说做一档股票 你就可以任性了 为什么 其实你也可以 不是只有我们 你只要做一档股票 那个股票的卖动 你就抓得到 你抓得到 你就可以 所以几乎整个大破断 你都赚到 好我们重新再讲一遍 来 好 6月16号我们开始进来买 只有58张 当然不能买啊 怎么买 只有58张啊 好隔天 我请第一个会员买 他买22张 他说老师我买22张就涨停了 我说你继续买 所有人都要买 好一直买 好没有涨停没有手 所以在这里所有人都买了两成 因为摩克斯坦尼丢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买两成 看到哦 好799 6月18号我们再买三成 878 这很好买嘛 随便买嘛 好 摩克斯坦尼再丢750张 6月19号我们再买三成 已经买了八成了哦 好 看到哦 摩克斯坦尼再丢183张 买了八成了 你用收盘价算好了888好不好 八成都算888好不好 好 结果 来6月22号礼拜一 礼拜一是出什么 出报纸的 利多出来了 你会觉得老师 是什么你每次买股票 都先买他头前 过床处理多 那没办法 因为你没有缴钱啊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缴钱 没有来缴会 你就买后面啊 你如果有缴会 因为这个电视节目的钱 是我的会员出的吧 所以他们一定要先买啊 好 结果出利多他怎样 暂停 好 6月23号 投信本来一张也没有 进来买了407张 成本是100.74 好 6月24号 投信再进来买117张 很简单吧 都100块嘛 所以投信的成本是101.6 好 那 有时候 有时候买 买的一会涨也是 环导 开始分盘交易 好 分盘交易 分盘交易 我们不离不弃 这个股票 你就有那种雄心壮志 因为 它要涨到多少 会人都知道啊 要涨到多少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打电话来问啊 好 那分盘交易哦 我也跟各位讲 好 高生卖 让他卖啊 第二天的分盘交易 高生再卖 再让他卖啊 好 第三天 高生再卖 再让他卖啊 好 第四天 我们进来买94块 把它买到满 好 7月3号 位置再把它卖下来 90.1 你哪一天 有投认讲 老师 我们就买90块就好了 你去那买94 我 我说 我如果能买90.1 你们还要怕 为什么 低点还有低点 我们要买在相对的低点 好 7月6号 没有跌也没有涨 对不对 好 7月7号 没跌也没涨 到了7月8号涨停 看到 哎哟 老师 那算你卖的 不是 那天公平卖的 他怎么卖的 股票市场本来就卖动的 好 那我也告诉你 涨停板我们要出嘛 好 隔天 再涨停 对不对 隔天再涨停哦 好 那我们出啊 我公开了 我们出啊 涨停板鞋敢出股票 我们出股票 我们出了四成 还六成 六成股票嘛 好 再来 那礼拜五呢 跌停 那你 你会想 老师 你有那么厉害 你把它卖了 你卖了四成才要跌停 其实 不好意思啦 我们卖四成 他还不会跌停 可是我们拼命卖啊 不是我们把它卖跌停 而是我们拼命卖 因为他们跌停 我们一定拼命卖啊 来 好 这7月 7月10号来看到啊 来看这里 9点哦 因为分盘交易结束 我们就告诉投资人 就今天嘛 7月12日到开始 如果股价涨 他会再继续分盘交易 会被处置 所以不能涨 好 所以来 10点30元 108 你给我出 对不对 好 出嘛 现金剩六成嘛 对不对 好 变成卖 把股价再卖啊 好 1点02分 再出 再出哦 变成现金变八成 你不卖哦 我再教你继续再卖 1点07分 104才给我卖 卖到剩两成而已 只剩两成 结果1点07分 一直继续卖 卖到最后 不好意思啊 他就跌停了 他就跌停了 老师 你为什么把他卖跌停 股票市场是这样子的 我不卖他 我会跌停 有些股票 我不买他 他还会涨停 那你告诉我 他要跌停 我要不要卖 当然要卖 那你代表什么 在看里面 卖多少钱嘛 你看嘛 好 就是要你卖 108也要你卖 106也要你卖 104也要你卖 就是要你卖 不断的要你卖 你看 一直到最后 才跌停嘛 1点07还是要你卖嘛 然后呢 好 然后再来就今天了 今天在这里 各位 礼拜五跌停 100.5嘛 今天开板在这里嘛 直接开下去 在9点48分以前 都在100以下 他都100以下 然后 尾盘收到103.5 外资今天 再进来买161张 那你 你想到什么 你心里一定想 没有那么厉害的啦 拱破拉 сб 麥元的油angenda停 然后 钱收回来 你今天还有可以再100以下再买回来 没有那么厉害的啦 对不对 有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啊 可是剛剛好 我們的會員就是這麼厲害 我不敢說我厲害 可是我們會員你買我才厲害 不是嗎 好來 今天8點48分 請問8點48分開盤了沒 還沒 好 告訴你 就是武漢會員疫情前期以防疫物質檢測診斷為主 後段則以治療免疫為主 這我剛剛所講的 好 施育貨會提100元以下再接回兩成 好 接回兩成就代表什麼 100元以下接回來就變成四成了 你剛剛看到的叫 來 剛剛看到的是只剩兩成 一直把它賣 賣到剩兩成 好 再把它接回兩成變成四成 現金六成 六成現金整備要佈及免疫細胞療法 鎖定未來生股王 好 目前這檔股票都還沒漲 要佈及的一定要來跟助理聯繫 好 各位 今天在這個地方 100以下隨便你買最低948 還有我的會員更可愛的 打電話來跟助理問 老實說100以下買 現在95還會再下來嗎 你也剛好就好了 今天100元以下買到95元 你還看怎麼可以下來 100元以下 999你都要買 不是 還有人在這裡 然後已經到95塊了 還打電話來問 老實說要買100以下 那現在95已經95了 還會不會再下來嗎 你告訴我 你要不要買 隨便你買 你買999沒關係 95你還不買 當然有買 來 那收盤呢 收盤呢 收盤呢 所以我說我為什麼要教各位操作 因為沒有人教你嘛 因為應該講 沒有人要做股票 你過月頭顧老師也要做股票 頭顧老師也要打嘴炮 為什麼 只要漲庭就給他鼓來 漲庭就給他鼓來 鼓一鼓都他的 明天就叫漲庭也是他的 明天就沒有漲庭 他有百幾漲庭 這樣鼓一堆來 所以我為什麼說 你做一檔股票 你手上可能有很多 或許你也是跟著很多 投顧老師做的 你買了很多股票 那你會覺得很可惜啊 你就買一檔就好了 譬如說你買一檔高端疫苗啊 買一檔GR啊 對不對 或者買一檔中天啊 或者買一檔合一啊 或者你買一檔姓果啊 他們買一檔姓灰啊 你都沒關係 你只有一檔一檔就好了 你可以賺多少你知道嗎 結果 我請問你 你看我這樣代會你在操作 我還是那句話啦 因為我們做一檔 股票的賣動 它怎麼賣動 我們都抓得很清楚 也就是怎樣 整個破端賺 所以我說得那句話 算到沒有都是我們的 因為我們做的股票是幾乎 不要說一定不賠啦 幾乎不會賠嘛 賺就整個大破端都賺 那這一檔做完了 錢全部在這裡 再做下一檔就讓它滾 這才真正在滾錢啊 你這邊的一檔 那邊的一檔 這邊的一檔 我請問你好了 不要說我們都厲害 我請問你 假設你的所有的資金 壓在你最強的那一檔股票 你可以賺多少 搞不好你賺的比我多啊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做一檔 不做一檔的邏輯就是 帶你買股票的人 就不會揍股票嘛 這個大行情 我還是再強調一遍 這種大行情 你這次一定不要再湊了 來 疫情前期以防疫物質 檢測診斷為主 防疫譬如口罩啊 耳溫槍啊 檢測試劑啊 對不對 還有包括未來 就是以疫苗 或是治療 或者是免疫為主的 你要想這個邏輯 一定要想這個邏輯 你不要再 因為他已經趨溫了 再看你變 他整個大盤 今天大盤收盤創新高 結果生股是跌的 他已經在告訴你 未來是豬羊變色的 不同的 只是生股主流已經在轉換了 你不轉人家轉嘛 你要去接人家 要出來的 要獲利出場的這些股票嗎 不是不好 你又會重蹈覆測 大行情結果你是賺小錢 好 我們下一段要講免疫細胞療瓦 休息一下再回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快點 掌握未來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本节目不对不特定 推荐任务股票 我所讲的股票是我会员手中的股票 各位观众各位不特定 你不要去买卖会员的股票 我所有的会员到目前为止 就是只有一档台委体 好 今天再接回两层 就是四层 另外六层的现金 就是准备要买免疫细胞疗法 好 我们再给各位看一遍 来 7月10号 我们一直卖卖卖卖卖 卖到只剩两层 好 卖了以后 他就不小心跌停了 好 那今天呢 好 今天 9点48分以前都在100块以下 好 我们开盘前就通知所有人 100元以下再接回两层 所以我们目前台委体是四层 现金有六层 那为什么 为什么 第一个 为什么准备六层现金 来 因为前五个月的医疗的ETF这些钱 它未来还是不必须 必须要买医疗 买生意股 好 他要买什么股票 你要超前部署 你知道有很多钱进来 那这些钱会买什么股票 生意股像生意股 你去买已经激情过后了 火车过 你才刚才奔鼻了 没效 来 这是最新的 这个业是生计业 好 这是工业技术资讯业刊 办官方的 看这里 内容在这里 疫情前期 前期就过了 以防疫物质 口罩 耳温枪 检测试剂 看到 农喷布 好 检测为主 这些 那现在就是后段 以治疗跟免疫 所以我特别提到 什么叫免疫 好 那免疫 刚好有五档股票 上桂有三档 新桂有两档 好 那上桂的三档 其中有一档3224 它叫 就3224 那三顾 它因为有点电子的色彩 所以我就把它没有内入里面 因为它本身是做电子 有点类似投资而已 我们真正做的是生意股 好 好 第一档叫1784的信联 你看到1784的信联 各位 你看到的K线图 是同样时间 来 我们看电脑来 这是1784的信联 好 这里就是台股8500 85550几点的时候 从这里23.6到 它创新高了 创了这个 已经超过一年的新高 好 这样涨多少 涨了1.47倍 好 再回头看这里 它叫基亚 这是上桂的第二档 免疫细胞疗法 看到哦 好 那我们再看电脑 好 同样的基亚 各位 它从37.8 涨到108.5 一样涨了1.87倍 看到哦 就是2.87倍 用2.87倍比较好算 刚刚的信联是涨了2.47倍 它涨了2.87倍 好 再来看这里 好 新贵的两档 这一档叫4186的尖端一 你看到都是同样的时间 来看电脑 尖端一一样 从这里的低点 11.44涨到53块 你看它又即将要冲过去了 53块 这样已经涨多少 涨4.6倍 好 同样时间再看过来 这一档是未来 我认为未来的生意股王 各位 它这里叫245块 好 拉远 请问你看到 大家都已经创新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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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独这档 我认为是未来生意股王 今天还在这个位置 这叫季线 离开季线很远冲上去了 好 这是基亚 它离开季线很远冲上去了 好 这是尖端一 离开季线很远冲上去了 只有现在这档生意股王 这未来的免疫细胞疗法 就生意股王 我认为它是股王 它还在季线这里 今天收盘是181块 各位 只有它没有涨 那为什么它没有涨 因为通常古时候台积电跟联电 起来涨得比较快 刚开始 刚上市的时候 联电碰巧克 碰碰碰碰就一直上 联电几乎曾经跟台积电同样价钱 台湾电子股刚启蒙的时候 联电几乎曾经跟台积电是同样价钱 现在联电多少钱 不是联电不好 而是到时候真正的大笔资金 那种好几亿 好几千万 是有钱人 他一定去买未来的股王 他现在是股王 没错 现在是免疫细胞的股王 可是他未来会成为生意股的股王 拉近一点 各位 这里叫245块 看到好 我们把它用这一张来一下看 他从这里245块 这里的量 在上个礼拜四创了新的天量 这里是1747张 这里已经来到1756 1456 1447到1456 新的天量会有新的天价 所以245我认为他可能会过 好 各位 只有这一张真正的股王 他还压在这里 各位 1234 美丽细胞疗法 新贵有两档 上贵有三档 我说3224的三股我就不算 因为他有电子股的色彩 有一点投资 不是本业啦 好 那信联冲上去的2.47倍 基亚冲上去的2.86倍 尖端1也冲上去的4.6倍 唯独这档免疫细胞的股王 他停留在这里 那很简单 为什么要把六成的资金收回来 六成就准备要来布局这档股票 想做免疫细胞疗法的 想做一档股票的 想要翻好几万的 来参加我们会会 有打折 大家 明天会有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